大家好 歡迎收看精靈天下 我是代班主持人謝承諺 百看不厭 還是令人討厭 好 這個禮拜 因為聯準會的利率決策會議 非常的重要 加上有重要的經濟數據 非農就業的報告 大家都在猜 應該就是會升息 可是我覺得重點是 接下來 沒想到末日博士盧比尼 跳出來講意外翻轉 怎麼翻轉 我們要來討論 更重要的事情是 馬斯克既然在這時候 又出來趁熱度了 我覺得真的是要搏版面 他說如果再升息 經濟要衰退 受不了 那潛載廠商莫斯 也在這時候跳出來 批評聯準會 我的好朋友鮑爾 我相信他現在是壓力三大 當然更重要的 要來關注孟格的談話 他本身是股神巴菲特的好朋友 也是他的導師 他就說現在銀行是一手爛賬 商業房地產最後會不會帶來 又另一波的一個風暴 因為華爾街最準的分析師 幫我們掐指這樣算算算算 既然算出來 五六業就要衰退 那會不會影響了台股 真的也進入了五窮六角 所以今天我們邀請幾個重量級的 這個財經界的大佬 也是我們的這個很重要的分析師 來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我們邀請到杜金龍 資深分析師杜金龍杜老師 承諺各位觀眾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陳薇良 大家好 財經專家游庭浩 大家晚安 資深分析師陳志玲 大家好 好 那這個末日博士他說什麼 他說五月升息後 很可能意外翻轉 他講什麼 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因為他說膨脹變得更加持久 不是 這個身為財經界 第二型男的你 那你說第一是誰 當然是我 這邊 對 好 不好意思 這個幫我們看一下到底 盧比尼他的意外翻轉 到底是往上還是往下 好 那其實就從五月份的 美國的升息動作來說 這個基本上應該是板上釘釘了 對 至少我們依照Fatewatch 最新的數據來看 高達85%以上的機率 五月份是要升息一碼 沒錯 那幾乎就在全市場 完全已經相信 五月份就是升息的終點的時候 盧比尼拋出了一個議題 他認為所謂的意外翻轉 指的就是 聯準會將不會停止升息 為什麼 因為現在看到 整個通貨膨脹相關的數據 其實都顯示 現在美國的物價 根本就是壓不下去 所以你剛才意思是說 大家都認為五月是最後一次升息 然後後面可能會降息 但是你說他的意思是說 你們想錯了 要繼續往上 是這個意思嗎 沒錯 所以這個才會形成 市場意料之外的翻轉 因為其實投資市場當中 其實都不怕已經知道 或預想的道德利空 如果真的後面 還有持續升息的可能 首先我們要關心的是 這個可能性發生的機率 到底高或不高 對於市場的衝擊又會有多大 所以其實他提到 聯準會不斷的使用的工具 其實就只有調整利率 基本上從去年我們看到 聯準會真的也沒有太多的作為 就是靠著暴力式的升息 其實好像滿好當的 反正就升息 升息 再升息 但是現在面臨所謂的山南困境 哪山南 因為升息的目標 大概是希望能夠讓物價 至少不要再大幅度的飆漲 能夠控制住 這是來自於物價的壓力 但是這個同時 當然也會把經濟 可能造成負面的影響 甚至就是像現在推到 即將步入衰退的懸崖邊 這個對經濟就是負面的表現 甚至在今年第一季 爆發了所謂的信貸危機 這個其實後續的後座力 絕對不容輕忽 因為根據現在的 信貸的情況來講的話 可能比較大的影響 大概會是在下半年 在更進一步的浮現 所以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 還在滾雪球當中 這個越滾越大 山南 山南 所以面對這山南的環境之下 是不是只能靠利率來調整 這個可能就會有一個 很大的問題存在 所以如果說後續 五月份升完息之後停止 這個可能是 大家對聯準會的預期 也是聯準會他理想的目標 但是事實上 只要通膨沒有降溫的話 這種情況可能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說將會繼續的升息 通膨到底有沒有這樣 好 我們就來看幾個數據 首先最近公布出來的 美國三月份的核心 個人消費支出 核心PC 大家知道其實這個是聯準會 他在觀測通膨 或者說決定利率動向 最主要的指標 對 目前來說雖然數據上面 是略有下滑來到4.6% 來到13個月新低 但是卻高於整個市場的預期 所以預估目前整個美國通膨的數據 應該會維持高元期一段時間 再者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其實一年的通膨預期的數據 是來到4.6% 這個已經是預期的 但你說還是這麼高 對 一年後的通膨預期 所以就呼應我剛剛所講 大家認為通膨不是 這一時半刻短時間之內 就會看到明顯的降溫成效 所以大家看到紅色這條曲線 就代表了一年後的通膨預期 是從上一次的3.6% 突然抖升到4.6% 目前來看整個聯準會 從對於通膨的無力作為 到現在暴復 暴力式的升息 卻不小心讓整個經濟 現在搖搖欲墜 以現在市場的預期 就是最快在秋天的部分 可能就會正式步入衰退 甚至進一步來看的話 如果以馬斯克 對 馬斯克又跟人家跳出來 瞎腳活幹嘛 是因為最近 他聽說推特要跟人家收錢 是不是他自己口袋已經不行 要搏眼球 好 當然其實這一波來講的話 馬斯克對於美國經濟的衰退 算是很早就 很有貢獻 就對市場提出預警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當初 大家認為應該是走向軟著陸的時候 馬斯克很早就認為 你這樣講也對 美國經濟會衰退 我想因為他旗下擁有特斯拉 又有SAT LINK跟推特 其實他有很多這種所謂 大數據的分析 收集數據的來源是不是 對 然後進一步用整個大數據 跟科學化的一個分析 其實他到底掌握了什麼樣的 市場不知道的數據 我們不曉得 但是他最近就提到 其實聯準會可能他的數據本身 真的是有太多的延遲 所以在預測通膨上面已經失靈了 在判斷經濟會不會衰退的部分 又沒有辦法得到民眾信賴 所以其實馬斯克最近就提到 接下來美國經濟將會有嚴重的衰退 要記住他所講的話 他這裡講說金絲雀就SVB掛了 對 礦工他說瑞幸也掛了 連礦工都掛了 所以他說目的 他這句話我覺得講得滿重的 他說目的很快就被填滿 就是聯準會數據的問題 不過話又說回來 那前財長桑莫斯也很兇 怎麼會這樣 他提到就是關於最近 一連串的金融危機 這些事情就像山火 其實看到那種山林大火 這往往就是從一開始 慢慢的擴散之後 整個到最後變成是 一發不可收拾的情況 所以其實預防比這個在 已經開始蔓延後要去控制 來得更重要 也來得容易 當然現在講其實也為死一萬 因為已經沒辦法預防 其實現在這個山火 就已經在蔓延了 因為從這個近期來看 包含這個一開始 我想這個倒了矽谷銀行 又倒了標誌銀行 到現在最新的消息就是什麼 第一共和銀行 那也是確認倒閉 不過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目前有最新的 收購的訊息出現 就是小摩 就是摩根大通 正式確定就是將會收購 這個第一共和銀行 其實以小摩在美國的 商業銀行的市佔率來講 本來就大 所以其實他有足夠的財力 跟夠健全的資產負債表 來吸收第一共和銀行 他所有的資產 包含沒有接受 存款保險的存款部分 所以現在有個很重要的結論 就是所有的第一共和銀行 的存款都可以獲得保障了 所以至少能夠讓 第一共和銀行的事件 能夠暫時的平息 可是這不表示 美國的銀行界的危機 到此告一個段落 對 因為你看 尚莫斯跳出來 真的是罵得很兇 對不對 對 結果聯準會既然也承認說 他們真的有疏失 對 那這樣不是鄭重下懷嗎 其實聯準會 真的在過去這一年多以來 犯了太多市場不能接受的錯誤 從剛剛所講的通膨 到經濟衰退的問題 現在他們也承認什麼 就是他們的審查督導的行動 其實拖太久了 過去他們的一些監管機制 其實就有發現 這些地區性的銀行體質脆弱 甚至可能有大量的 投資美國的政府公債 可是卻沒有進一步的管制措施 導致現在這個事情 東窗事發之後 的確變成是一連串的骨牌效應 未來才會開始 進一步的重新去審查 對各個銀行業或金融業 去做壓力測試 還有提高流動性的要求 這個部分一定會給金融市場 帶來更大的壓力 它看起來是好消息 可是這個好消息 發展的過程中 銀行業的股價 應該會受到一些影響 而且現在又還有 這個影子銀行的問題 2008到09年 金融海嘯會引爆的一個問題 因為當時其實影子銀行 也投資了很多 不動產抵押在之後 然後衍生出債務的危機 所以其實這一波政府 所發行的債券 因為受到升息的衝擊 大幅度的跌價 其實不是只有 現在浮上檯面的 這些地區性的小銀行出了問題 其實這些影子銀行 它不僅影響到自己的 獲利能力財務結構 而且他們可能進一步 也包裝發行很多衍生性商品 所以就會讓整個事件 如同滾雪球一般的滾下去 後續來講的話 我想這一波的事件 也許在第一共和銀行 被接管之後 可能會暫時 又得到一個喘息的空間 可是如果就過往歷史的經驗來看 信貸危機發生以後 它通常影響都不是一劑兩劑 至少能夠持續半年度以上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真正的考驗 包含銀行體系的穩定 還有就是經濟是否 會在懸崖邊正式滾下去 變成衰退 大概都是在今年的下半年 要密切留意的重點 好 剛才薇良講得非常好 因為他說真正的考驗才要開始 不過我們就是還是很好奇 就是說馬斯克這時候怎麼跳出來 他到底在幹嘛 對不對 他的看法真的很準嗎 還有包括孟格在講商業地產 這一件事情 其實還是讓我們非常的擔心 當然我們這個財經界的第三號行難 不好意思 我只能這樣一路往下排 OK 對 這個馬斯克他現在在講說 聯準會這個數據 他的目的是要賣數據給聯準會嗎 還是真的就像他講的 聯準會的數據嚴重落後 因為聯準會他其實在乎的是兩項指標 一個是就業率 一個是失業率 說錯了 一個是就業 一個是通膨 基本上我們可以了解到說 現在通膨水平還是很高 但是失業率水平相對比較低 所以基本上 從他所依循的消息來看的話 應該要繼續的升息 因為通膨還很高 但是目前沒有大規模 失業的情況發生 為什麼馬斯克會特別發推特 他就認為聯準會所依循的 這些就業數據其實是太落後了 因為就業數據通常要等到 經濟衰退已經發生之後 才會有大規模財源的現象 因為就業市場 他有比較顯著的僵固性 也就是說你要把它開除 通常也是年初 或者一年簽約 他的傳導效果太慢 他沒辦法立即傳導 當前金融情勢的緊張 事實上他從去年年底開始 就呼籲聯準會需要立即降息 到現在聯準會也不願意降息 甚至在下半年 聯準會認為23年不會降息 真的 這個是2022年11月30號 沒錯 所以我們不能說他放馬後炮 他很早就講了 他始終堅持自己的看法 所以現在我們才會了解到 為什麼年底的目標利率跟市場 還有聯準會之間有這麼大的脫鉤 現在市場針對23年年底的目標利率 大概是借在4.5%左右 等於是有降息兩碼到三碼的空間 隨著時間線 聯準會一直不願意鬆綁這樣的態勢 他就會造求市場的預期 跟聯準會的預期當中產生極大的落差 那就有可能怎麼樣 產生市場科技股的定價錯誤 我用4.5%來訂今年的科技股 聯準會是用5%來訂 到底科技股現在是比較偏貴 還是偏便宜 大概我們就來探討 但我們之所以可以從馬斯克 所談的數據當中可以理解 就可以知道 基本上馬斯克所看的 是屬於領先數據 前瞻指標 我們舉個例子 我們以P&I來看 P&I通常它跟股價 算是一個同步聯動的 你看到美國製造業P&I 目前還在一個顯著的向下格局 往下走 對 很多人說 可是有可能會開始主題 因為可能中國市場 東亞市場 可能慢慢最差的一個季度 最差的一個季度 可能在二 三季 就會慢慢進入到復甦格局 但是如果我們觀察 N-I-B 美國中小型銀行 中小型企業願意擴張的速度 你看到破底了 比08年 比2020年都還來的低 你這邊是說整個製造業 但是你把中小企業 再特別抓出來看 因為如果中小企業沒有信心 就很麻煩 OK 所以這就聊到什麼 這就聊到其實今年市場 有眾多資產 都是產生嚴重脫鉤的 比如說你看到沒有股市 最近非常強勢 最近發生那麼多事情 大指禮拜五創波段新高了 沒錯 但是如果你把這些科技全職股 全部剃除的話 你會發現今年以來 中小型個股根本就沒有漲 所以這個很重要 就是說我把大的股票踢掉 實際上中小型股是不好的 中小型股其實才能夠領先 反映當前市場的這種投機氛圍 泡沫氛圍 所以我們才可以了解到 其實市場上目前 偏空氛圍很濃厚 但是股價卻因為全職股 卻站在調高當中 我們以現在小摩 針對500位基金投資經理人的觀察 來針對今年年底的目標價 你看到 預估標普擺在3500點的人數 有5成4 比4000點的2成6 幾乎是翻了兩倍 現在標普擺指數是多少 是4000點 我們可以了解到 為什麼這些投行 或者現在機構投資人 有如此悲觀的看法 今年EPS市場最樂觀 標普擺指數 最樂觀就是賺224塊 224塊 對 那你給他一個中性本業比好了 給他個18倍 18倍其實不算太便宜了 乘起來是多少 就是4000點 就是你最樂觀最樂觀 應該就漲到4000點就好了 現在呢 現在在4000點 所以你現在還在5月份 你已經達到我12月份的目標價 那你不是該跌嗎 所以我們才會看到 為什麼現在市場上 股價不斷的推高 但是這種偏空氛圍越來越濃 因為漲得越來越離譜了 那馬斯克也認為 你這種顯著 私產價格泡沫的推升 如果沒有搭配著降息 把這個泡沫一起拉上來的話 這個時候如果泡沫破滅 這個時候所產生的跌幅 反而是非常嚴峻的 那就這個孟格在講 他說現在銀行手上 都是一堆爛帳 那這個剛才威良也講 這個後面有很多事情要注意 那他講的商業不動產 如果我們一起來看的話 是不是其實全面 不管重要企業 商業不動產其實都有問題 其實馬斯克所說的 就是由於利率緊縮 所造成中小型銀行 或者中小型企業 所受到的衝擊 連總會從失業率 從就業數據是看不到的 因為疫情之後 就業改革有非常大結構的變化 有很多人真的離開就業市場 所以這些中小企業過得很辛苦 你從失業率來看 是看不清楚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才看到 必須從這些信貸型風險 來做一些更深入的研究 像這一次巴比特的好朋友 查理夢格就特別提到 說接下來銀行業會遇到麻煩 它雖然不會像08年一樣 是屬於100%的系統性風險 但是由於怎麼樣 現在各項資產 它的整體收益都在大幅縮減當中 我們看到中小型銀行 你放貸給中小型銀行 目前都普遍都有現金流的問題 再來讓我們觀察到 在過去一段時間 那些創投型 你為什麼矽谷銀行會泡沫破滅 為什麼矽谷銀行會破產 就是因為它根本沒有創投可以投 IPO在2020年 2023年是完全急缩 它沒有投 它只好投什麼 投美國公站 美國公在疊一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觀察到的 其實創投已經是泡沫破滅的 另外以下 目前市場上極度聚焦的 是屬於商用不動產的問題 事實上我們過去跟投資朋友提過 商用不動產 從疫情之後的控制率 就不斷的推升當中 我們以最近4月份的 控制率 對 舊金山的商業不動產 接近來到三成 我們看到在19年才5%而已 19年才5% 然後從2020年 疫情之後就一直往上升 比如說我發行一個利率型保單 裡頭可能就是瑞茨 我可以給你每年3%左右的保單的利率 我預估瑞茨 我做這個商辦的收租 可以拿到4% 中間1%利率 我就賺了 就現在租金收益大幅度的地險 你又要去支付這些保護 這麼高的利率水平 這個時候就容易形成 我們看到 銀行就不一定是現金流的問題 它是直接遇到資不抵債的問題 它現在所看到 它所發行的產品 它根本就沒辦法付出這麼高的利率水平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各地區的空支率 你看Houston目前來到2成3 奧斯汀來到2成2 丹佛有一成9 像芝加哥一成9 基本上都已經飆到了 接近在2019年的3倍到4倍以上 這是一個長趨勢結構性改革 所以就像我們要觀察的重點 第一個就是 租金收益的大幅減少 會不會影響到 我們看到這些保險公司 所付出這些固定保護的利息收入 第二點就是如果這麼多租金收不回來 可能商辦就會被拋售 會不會違約 會不會違約的問題 我們目前觀察到 整個美國商用不動產的部分 違約率仍然保持一個偏低的水平 但是它一樣可能會有時間的傳導效果 也就是說它違約 可能明年才會正式的違約 因為違約前面都會有一波寬限期 我們真正可以觀察的事情是 這種高利率的變化 有沒有可能形成美國 所有利率產品的違約 如果一同都在一個上行水平的話 那大家就要關注了 有沒有可能從汽車貸款 一路的延續到信用卡貸款 一路的延續到商用不動產貸款 形成全美違約率的上升 這個就是查理孟格所擔憂的現象 只是說他認為這個不是一系列 大幅度的水平拉升 而是慢慢的傳導 慢慢的痛苦 這個就是高利率的傳導效果 但是提早的提醒大家是好事 因為就你剛才講 如果商業不動產 真的也違約的時候 那應該已經是很嚴重 很後面的事情 那接著接下來這個禮拜 有滿多重要的一個經濟數據 怎麼觀察 幫我們先跟大家好好的提醒一下 剛才講了這麼多 連總會就有個態度 反正就不降息 不降息他所看的兩個原因 我個人認為 第一個就是 除非銀行再度爆發流動性問題 沒爆發 他就肯定不會參與 有爆發 他也不一定停止升息 但他可能會做一些 FDIC的應急策略 第二點 那就要看連總會最在乎的 失業率有沒有起來 而本週就是非常重要的景氣週 我們看到5月1號 今天製造業經營採公指數 各國4月份的數據就會出來了 先看一下總體經濟狂況 5月2號 美國的3月份的職位空缺數 就會出來了 這個還滿重要 我們過去跟投資朋友提過 美國的職位空缺數 大概是1100萬個 美國的失業人口 大概是500萬個 所以中間有600萬工作 是找不到人來做的 所以如果職位空缺數 能夠顯著下彎的話 就代表美國的景氣平這麼好了 至少有利於聯總會意識到 經濟其實有非常明顯走皮的現象 OK 我們看到5月3號 高通也擬要裁員5個percent 所以如果各大廠 持續裁員的消息釋出 也會影響到股市的動態 接下來就是5月3號 5月4號 很重要 FOMC 綠地決策會議 就要看一下鮑娥怎麼說了 5月5號 失業率就要出來了 所以我們可以了解到 聯總會在過去一段時間 所採取的貼線窗口 其實已經很多 他基本上已經暗示了一件事情 就是聯總會沒有必要的話 不會亂降息 但銀行出問題 我肯定會救 我們也勘察到 高利率已經使得 貨幣型市場基金不斷的流入 所以聯總會其實某種程度 它算是達到抑制通膨的效果 只是核心通膨下行的力度 實在太慢 核心通膨下行力度太慢的原因 就是因為美國的勞動力市場 太強勁 你看到目前的需求 整體美國勞動供給 減到需求 是一個負值 說明什麼事情 市場上是極度缺工的一個情況 我們從美國資位空缺數 去處理失業人口 大概在1.7倍 一個失業者 有1.7份工作可以選來做 所以在這種狀態底下 我們就可以了解到 其實本週的經濟數據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聯總會願不願意妥協 願不願意符合 市場對於下半年的預期 它就取決於 本週我們算看到的 偏埃就業數據 以及利率點證圖 未來的推延 好 謝謝廷 剛才他講的這些數據 當然還有一件事情 我們非常的關注 因為最近 這個華爾街最準的分析師 他做了一個計算 這個他的掐指一算 那我們要請教一下志玲 因為他做的這個計算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我們之前一直在關注 這個利率倒掛的問題 好 他把利率倒掛的時間 抓出來 然後他就又跑了一個很重要的 然後就告訴我們 什麼時候會衰退 他是預估什麼時候 對 他是這個華爾街被分析師 耽誤的算命先 所以他應該掛一個鐵板神算 是 陳人哥你知道他為什麼 會被號稱為華爾街最準分析 為什麼 他也是在這個時間點上 非常厲害 因為他在去年的五月份 就跟這個公開媒體講說 他認為美股會跌到10月19號 10月19號 對 他連日期都抓出來 沒錯 他是怎麼排的 對 他就是用過去的統計 他就是有一些統計 結果最低點就出現在10月13號 那差一個禮拜這種誤差很小 沒錯 所以他這次又精準的預算說 5月23號 美國可能即將要做一個衰退 然後我們來看 對 我們來看一下他這個報告 就是說他提到這個子律率倒掛 我們都知道子律率倒掛 通常後面都容易發生經濟衰退 對 那這次來講的話 他用了兩個指標 那其中一個也是鮑威爾 你的好兄弟 特別關注的 就是3個月跟10年期的債券殖利率 對 他提到倒掛之後的6個月 6個月 那就會發生經濟衰退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常常看的 這個2年期跟10年期的這個 也是在倒掛的11個月後 那就會出現這個衰退的事情 所以從去年的這個11月12號 3個月跟10年期的倒掛 所以從這個部分去往後推6個月 他計算出來說大概是在4月23 那這個2年期的話 大概就是在去年7月開始倒掛的 所以你加11個月 他認為就是在5月23 所以這個日期他就精準的告訴大家 當然他這個我跟大家補充一下 其實這個報告我看了一下 他為什麼會有一個6個月 因為他把過去曾經發生倒掛 然後又整個衰退的時間 他抓出來那個平均值5.5 那抓6個月 然後這個11.3抓出來11.3 11.3他抓11個月 但是我很好奇 因為我自己也 因為既然他是算秘師 不是 他是分析師 那我們就很認真的算了一下 結果我發現說奇怪 11月22號開始算的話 6個月其實是5月23 然後7月開始 11個月是6月23 不過因為他是最準的分析師 我也不能說什麼 但是整體講起來 這樣抓起來應該還是5 6月 真的就有可能進入這個衰退的問題 對 相距不遠 所以我們這個節目非常嚴謹 陳彥哥還特別幫大家把關 就是5月23的意思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是畢竟是統計數據 那我們還是來看一下 美國相關重要的GDP 他的GDP的百分之 其實是來自於消費的部分 所以其實也有這樣一個訊號 我們要做消費的話 其實口袋要有錢 但我們這邊有一些新的統計數據發現 美國這個比較低收入的這個族群 因為過去來講的話 不是因為疫情都關在家裡 不能消費 然後拜登政府 對 拜登政府又發這個支票 所以就是有這個超額儲蓄 所以最近一段時間 我們節目都提醒大家說 這個美國經濟要衰退了 但是可是相關出來的經濟數據 好像又沒那麼差 其實是因為超額儲蓄在支撐 但是低收入戶的這個族群 其實這邊統計資料已經顯示 在今年的一月份 超額儲蓄他們已經用完了 你突破盲腸 你說大家還有錢可以消費 不是因為經濟好 是因為儲蓄還沒用完 可是現在儲蓄已經有一個族群 已經開始耗盡了 沒錯 而且其實美國也有貧富差距 所以沒有錢的其實儲蓄已經耗盡了 那有錢的 他大概可以撐到明年七月 明年七月 對 所以這代表說 未來這一年是美國經濟 非常關鍵的一個時刻 所以這個也反映在 這個消費的一個進口 為什麼要看進口呢 因為我們 這跟我們台灣有關係 我們台灣主要是 出口一些科技品到這個美國去 所以這邊也 有個最新的數據顯示 這個美國消費品的進口 他的這個年減的幅度 高達20.6% 這個數據其實是已經超越了 這個金融海嘯的這個 很明顯的一個降幅 所以當然這個部分 就會反映在我們台灣的這個 出口的這個經濟的部分 那如果美國有可能 五月底開始 那我們就緊張了 因為我們常在講台灣的景氣 叫五窮六絕 對 那七上吊 可能就問我說那八呢 都上吊了 所以就沒有八了 是 那如果是這樣 我們台灣怎麼辦 對 所以其實這個進口 如果已經出現很大的減幅的話 當然也反映在我們美國 我們台灣的這個經濟的部分 其實對策燈號這邊其實顯示 已經有五顆藍燈了 五顆藍燈了 那這五顆藍燈的話 大家可以看得到一件事情 就是過去統計大概就是 要需要一段時間 才會恢復藍燈 大概第三季的時候 所以我這邊簡單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對策燈號12分這很重要 因為這次來講的話 是有低於12分的現象 過去有低於12分 大概是只有三次 就是這個2000年的打看報告 跟08年的金銅牌照 這兩次都很慘 對 這一次也是低於12分 所以通常有這種狀況的話 要告訴大家一下 這個景氣要V型反轉的機率 其實不太大 對 這樣子我們接下來怎麼看 因為如果轉折都在第二季 那到底會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對 尤其就是遇到這個第二季 那這個部分就要特別提醒大家 因為過去歷史重要轉折點 都發生在第二季 這邊這四個 我想大家都會非常的印象 一個就是金融海嘯 一個就是歐債危機是2012年 那這個時候都有個特殊的現象 就是我們剛已經分析景氣的部分 可能會不太好 但是萬一如果又跌破季線 又跌破季線 通常會有一個明顯的修正 而且怎麼都五月 對 都是五月 所以五月就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一個月份 08年的這個金融海嘯 也是從五月份跌破季線之後 整個第二季是往下 那這個是歐債危機 也是在季線之下之後 第二季普遍都是跌的 那2015年是這個中國衰退 它在四月份突破了萬點之後 五月份跌破季線 其實也是跌到了七八月 那這個中國封城是去年的事情 大家應該滿有印象的 也是在四月份跌破季線之後 五月份在這個地方 其實第二季也是往下跌的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要告訴大家 第二季的一個操作 要特別的小心 上次我是在三月底來上這個節目 我透過獨家數據來跟大家講 台股出現了跟18619 當時一樣的一個背禮的訊號 那我在這個親民連假那個時候 來上這個節目 也跟投資朋友分享一下 其實這個地方指數有創高 指數有創高 但是我們看的是股票 最強勢的股票 當時這裡來到了594家 但是這個地方並沒有創高 那親民假期之後指數創高 但是這個最強勢的統計的股票 是554 沒有創高 你的背禮是說我的股市創新高 照道理你這個強勢的加速 應該要跟著往上推 沒錯 結果這裡卻出現了什麼 背禮 而且這次除了背禮之外 這個地方的低點 115家 它有跌破三月中的低點 所以高不過高 低不破低 這個就是一個背禮的確認 所以從個股的部分 也有一個這樣一個訊號 謝謝志玲 當然因為台股其實 因為大家暴雨它很高的期望 因為我們第一季很強 拚命衝了 全世界第一名拿冠軍 但是第二季開始稍微弱一點 也沒關係 結果沒想到四月份 台股最後一名 所以這個有時候 這個叫做天才沒想到 也會墊底 我們接下來要請教杜老師 台股到底 因為剛才這樣聽起來 美國有他自己的問題要處理 然後現在倒是又進入 大家最害怕的五窮六絕 那你有什麼撇步嗎 教我們觀察 其實台股2Q以前的統計資料 就相對比較弱勢 因為我大概61年統計資料 1Q我們大概平均漲8% 那我們今年的1Q是漲12% 2Q以前統計資料是漲3% 總是比2Q的8%少 就是說第二季還是有比還是有漲 但是力道變小 小 這個是變來 感受就沒有那麼好 而且2Q裡面漲得少的話 它是4 5 6 裡面最差的一個月就是5月份 是5 是我們的統計資料裡面最差 最差的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1Q漲12% 現在4月份是得1.8 1.82的話 最主要是我們電子股 跌了差不多4 5%左右 尤其台積電跌5% 那我們的美國的一個會半 是跌7% 所以相對我們台股 現在在那個末段班 也是因為我們電子股的 比重有52%左右 那杜老師我問你 那4月份我們末段班 5月有沒有機會 會不會繼續真的又往下走 理論上大家看 請看 你看這一條 我們這個 這一波上來的第一波 第二波 第三波 這邊有一個1515 1512 12A1號 這邊我們有一個1516 1516 對 往右這個叫X線 我們這一次回了600多點 回到15284 有沒有 就是這個 這一個多老師的意思是說 這是一個頂點 然後它回側 這個低點 那所以你說這一條 其實就很重要的X線 對 神秘的線 這條線 另外它上面除了基線完以後 這底下有一個連線 大概14900多點 我們這一次跌破基線完以後 彈上來 所以你說這三天小漲小漲 禮拜五台積電有拉上 漲得比較多 理論上如果說台積電 沒有漲上去的話 它這邊撐不住 再破這條線 我們就認為 我們一直在講的話 這邊是A波 有沒有 這邊B波 是不是我們要進入C波的整理 陳漢你看一下 這一條有一條 上升趨勢線 上升趨勢線 已經跌破了 除了季線跌破完以後 上升直程線 已經跌破了 所以杜老師你意思是說 上升趨勢線已經破了 所以現在大家沒有信心 但是接下來這一條X線 我們再一次畫出來 這一條你覺得很重要 對 理論上 如果台積電沒有撐住的話 這一條線再破的話 我們就正式進入我們講的 C波的一個修正 就變成A B B C 那我應該畫到哪裡 我們以後節目我們再就這樣 今天先不要畫就對了 對 如果真的破 我們再邀請杜老師 我們再來 OK 那接下來怎麼看 我們四月份過了 大家看一下有幾個資料 外資 因為我們知道一月份外資 買了2000多億 那我們四月份賣了500多億 所以外資的持股比重 現在有降下來 有降了一個 大概剩下1700多億 這是外資賣持股 另外還有一個比較 更嚴重的一個東西 董監持股 我們二月份董監持股17.02 有沒有 三月份已經16.5 降了0.5% 那我們四月份的話 每天董監是不是申報申報 我把它加總 它大概有100多萬張 乘以64塊的話 大概換算金額是893億 將近900億 893億 台幣 對 台幣 這個算是多還是幾 一月份50幾億 二月份50 二月份50幾 也50幾 三月份比較高 193 那它等於一個月賣遠超過 123加總 193 這三個加強還是差很多 對 而且比這個多了三倍都重要 對啊 那這樣的話 我們大概四月份董監持股比重 一定會下降 一定會下降 因為它是在5月20號才會公佈 所以來講的話 你會看到這個萬六以上 大股東申報轉讓要賣 另外還有可能是5月份要繳稅 另外還有一個東西 我們的溯選公司 溯選公司 我們知道 千萬七年賣了8000多億 那一二月份那個報紙有報 大概沒了500億回來 可是三四月份理論上 它也應該是在賣的東西 好 所以我們繼續往下看 如果是這樣的話 除了這些籌碼的追蹤之外 那更重要 你剛剛有提到台積電 對 台積電的話 我們知道 它504這邊破了 有沒有 目前做反彈到589 那我認為大盤如果要下跌的話 台積電大概每20塊 20塊來回往下去做 一個來回的一個操盤 所以杜老師你剛才講 就是往下承接 對 沒錯 所以如果台積電弱 當然大盤也弱 不過沒關係 我們往下承接就好 對不對 好 謝謝杜老師 當然聊完了國際市場 也聊完了台股 接下來現階段就是五億長價 大家都說到底消費力 中國的消費力能不能上來 能上來經濟就有機會 可是到底是怎麼樣 好像也有一些亂象 這個部分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討論